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你可以下载 几千个变量还不完整 然后每个年之间不同 每个年份之间都不同 这是复杂性很大 但是要为了研究它 必须简化 也必须简化 所有学科都要做一个简化 新结构学也是这样 我们即便有那么多结构系统 也是对它的一个简化 大家这个系统大家记得 这个系统看上去很复杂 还是对现实世界的一个简化 现实世界的一个简化 这些系统我们讲 在研究这个经济结构继续变现的时候 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 讲新结构学研究对象的时候 研究体系的时候 跟大家 根据把这个经济系统 发分为不同的这个结构安排 结构安排 这些结构安排构上一个经济系统 这个系统很复杂了 但它还是对现实世界的一个理论抽象 这个系统 在禀赋结构是个油笔子 这是它的产业结构生产结构 这是一系列的上层建筑 好在这有必要跟大家做一个亮个底 我下面一个虽然还有半个学期来讲这张图 但是我也没办法面面具体跟大家讲 金融结构跟区域结构的关系 金融结构跟环境结构的关系 也没法讲 有啊很重要啊 现在讲到什么 绿色金融是不是 你们都听说过了 那当然有啊 金融结构怎么设置跟环境结构的关系 现在很重要的问题啊 对不对 这些都是金融结构 跟社会分配的问题 有很多关联 这些之间还有很复杂的结构 没法跟大家讲 好 我就想这个经济结构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是吧 我们来看看举个例子 瑞士跟布隆迪 刚才有同学给我找到了 非常感谢 找到了瑞士 瑞士在法国 这儿是吧 啊 法国呢 法国呢 这个这个位置是吧 啊 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布隆迪在哪儿呢 在这儿是吧 上面上面 你帮助我怎么样 在这儿 是吧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这两个有什么特点 都是两个内陆国 对不对 这是欧洲的内陆国 这是什么 非洲的内陆国 并且都很小 是不是 你说这两个国家 按照我们刚才的介绍 这种结构系统 有什么差别 你们来说一下这个差别 也许你们没学这个新军院课 不知道有什么差别 没关系 度量一下是吧 白度一下 白度一下 这个瑞士是怎么回事 是吧 布隆迪是怎么回事 哗啦哗啦 对吧 你会发现他们有共同的特点 都是处于这个内陆国 对吧 这个地理面积差别不大 然后人口也也差不多 一千万量级的 千万量级的 但是也许到到此为止 有些其他的那些风数啊 文化啊 有些不同的吧 收入水平的不同啊 这些系列能看得到的 但是背后经济结构的不同 什么不同 你们我刚刚讲了 你可以用 那我要做分析 对吧 你们也可以回去做分析啊 我用了这个WDU这个数据 这个WDI这个数据 我做了一个 自己做了一个分析 你们也可以入网炮子 去做一些其他的分析 对吧 我整理了一个表 这张表 也可以看看 我们从很多方面去比较 对吧 刚刚提到了 两个人口 人口虽然现在看 对吧 你会发现他们有些不同 差不多 就是一千万量级的 但是人口的轨迹不同 瑞士是典型的 发达过来的人口轨迹 对不对 增长很缓慢人口 布隆迪的人口增长很快啊 对吧 过去的人口 为什么会增长那么快 对吧 人口的变化也是变化之一啊 人口结构的变化 对不对 然后呢 当然人间收入水平 天量之别 对不对 他们到人均的资本形成总额 那差别更大了 你看看 布隆迪的这个资本形成总额 与瑞士之比啊 不到百分之什么 1997年 只有百分之0.14 对吧 到了2016年 只有百分之0.27 很少 然后我们看看 他们的产业结构 农业三级对比的比重 瑞士在这个什么 90年代的时候 农业都只有百分之2了 对吧 到了现在 不到百分之多少 一 对吧 这百分之0.几 而布隆迪呢 布隆迪呢 你看看 70年代 农业佔吉利比的比重大 百分之60多 完全是个农业国 是不是 到了今天 它农业占比重非常大 对吧 从布隆迪你们就可以看 它香蕉 想吃香蕉的话 可以去看拉尔瓦人 这个很多 那你看它的工业 那毫无疑问 工业 那就反过来了 这个布隆迪的工业 这个比重 实际上是很低的 瑞士很有意思 瑞士已经是现在是什么 发达国家了 理论讲 服务业应该很发达 对不对 但是它工业还是很强大的 我们上次介绍了德国 对不对 德国实际上 在所有欧丽丝的国家里面 制造业是占比非常高的 还看到了城市化 是空间结构 是不是 瑞士 你看看很多人 就基本上居住在城市里面 对吧 也许现在可能出现一点点的 一城市化 十个人 七个人都居住在城市里面 布隆迪呢 十个人 只有一个人 可能居住在什么 城市里面 一片田野风光 对吧 这个 说到你看看 离方言万曲 那条绿路国家 那么这样的面积 它的风暴 很多人的居住 这是不同的 那你们出去访学去参观 那些为什么不想 什么样的空间结构 这是农业的就业结构 这些就业结构不同 还有这样 高等院校 瑞士的高等院校 大学的入学力很高 现在你看看 到现在来讲 十个人 六个人是大学生 是不是 这个布隆迪 这个一百个人 可能有这个 到了2014年还是好 还可以 五个人是大学生 对吧 布隆迪也有大学生 对吧 当时大学生跟瑞士大学生 拉出来六六比一比 对吧 你们看又有差别 这是金融 大家可以看到 国内信贷占GDP的比重 瑞士在1960年代 占了多少 95.96% 等于是国内信贷占GDP 就差不多了 跟GDP的比重就差不多了 到了现在 印度的这个什么 这个瑞士呢 国内信贷占GDP的比重 这个是GDP的1.7倍 1.75倍 而这个布隆迪呢 挪后的很 对不对 到现在 他的这个信贷占GDP的比重 只有16% 两个完全是天堂之别 对吧 金融是天堂之别 教育是天堂之别 对不对 然后这个股票交易 毫无疑问 瑞士的这个金融 这个股票也非常发达 布隆迪也选来找不到 找不到正规的股票市场 对不对 找不到正规的股票市场 然后呢 这个贸易开放对不对 开放就可以看到 这个这个占GDP的比重 那瑞士这个 首先是一个开放性经济体 对吧 很高 然后这个布隆迪占的比重很少 也许它卖的东西更不一样 这里也许是卖几个香蕉 对吧 农产品 自愿性产品 这可能是瑞士卖瑞士军刀 瑞士高科技产品 这条系统 因为发现 对吧 大家刚才在地图上 跟我拔出来这两个经济体 都是两个类炉 对吧 每年瑞士干了一件 非常这个重大的论坛 叫达沃斯论坛 对不对 每年全世界多少知识精英 在那谈效封声指点江山 是吧 索尼这个 这些国家 布隆迪该怎么发展发展 举一大堆 按照他们编到每年 发布的这个旗舰报告 瑞士的竞争全程认报告 应该按照他们的速度搞的话 你这个布隆迪 永远也可能搞不起来 对吧 你没法搞完 他们那时候根本不入流的 对吧 变不起来 但是他们的人口量级 地理位置都差不多 对不对 那你说布隆迪怎么样的发展 才能够变成瑞士 对不对 我告诉大家 这就是我们这番课 后面要干的事情 就是要想 要让布隆迪变成瑞士 对吧 怎么变 这个 这个怎么转型 对吧 一步步转型 怎么转 至少第一步 它两个经济结构 是不是有个巨大的差异 对不对 你得解释它为什么不同 对不对 这种就是说 人类社会的这个结构多样性 对吧 非常敏人 那为什么来解释这种不同 对不对 所以说这种结构非常复杂 对吧 非常复杂 我刚刚说 我们要采取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这种辩证法 对吧 你才来避免这种盲人摸像 集团在新结构进去到内部 对吧 我是做新结构这个金融学的 这个郑杰老师是做这个新结构 环境经济学的 张杰老师是做这个新结构 创新经济学的 你说环境 环境是最重要的 对吧 我说这个是我做金融的 金融最重要的 不是这个系统 对不对 你不能这样去看待问题 盲人摸像对不对 盲人摸像 所以总而言之 强到一点 我以后都不再强调了 对吧 即便在新结构经济学中 你的金融教育 法律这些上层建筑的安排 都是第二位的 这是类似于你的什么 经济基础的 类似于你的经济基础的 这是不能搞反了 对吧 但是它有反作用 它有反作用 明白这一点吗 所以你才 并且采取这种系统的观念 对不对 你才能够避免什么 一夜张目不见太山 对吧 这是很关键的 很关键的 除了这种 要避免这种就是什么 一夜张目不见太山之外 对吧 你还要什么 动态的看待这个问题 对吧 发展的看待问题 离世为物主义这种思想 对吧 你不能够以瑞士的这种标准 对吧 瑞士竞争力指数最高的 对吧 你来评价 说批评你那个 布隆迪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对不对 你的价位烂得要死 你的金融烂得要死 对吧 你什么都不行 那你没法搞了 对吧 对不对 你不乱批评他 这样那你说 按照这种思路 你随便着想指缘 都不如理 也许 它的那个自然风光 可能有点不同之外 人的长相之外 有点不同 连现在 连人种都搞歧视 对不对 连基因都歧视起来了 对吧 那这没得说的 对吧 那那种是思想的殖民主义的象征 对吧 所以说这个我们要反过来 反其道而行之 对吧 我们要看 这种结构多样性 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构多样性 对吧 布隆迪跟瑞士 为什么要让不同的这种 这种经济系统 对不对 它有它的道理 它是怎么变化规律 一步步怎么变起来的 对不对 你要根据它自身的这个规律去发展 对吧 你不能够这个错乱了 错乱了 你不能拿瑞士的作为参照系 这个把布隆迪的圣城建筑全部给它换掉 对吧 现在就是这样做的 你换掉了那肯定是 反而对吧 产生这种灾难性的影响 灾难性的影响 对吧 我们讲这个 即便是瑞士 瑞士那么法拉 瑞士的意识上 我在第几讲 第四讲的时候 跟大家展示过瑞士的故事 是不是 瑞士 这个也不是说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对不对 这是瑞士 从1851年 过去200多年 到现在它的人均GDP的变化 你看一看 瑞士在进入20世纪之前 它的收入水平也很低 对不对 瑞士发展水平 其实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也很低 起步也是相当晚间的事情 对吧 你说今天来看瑞士的教育也很好 十个人里面七个大学生 对不对 这个金融也很发达 对吧 我们讲瑞士可以看得到 当年这个图 我第四讲 第四讲的时候跟大家讲过 对吧 瑞士有个非常著名的雕像 这个马格图文有句话 对吧 写得非常煽情 对吧 他看过无数多风景 这是最让人动情的一块石头 对吧 就讲当时瑞士这个雇佣军的故事 对吧 瑞士那个时候也穷得要死 瑞士人们也要养家户口 对吧 那怎么办呢 只出现磨命了 对吧 他这个做生业做不好 对吧 也没有什么放养业放不好 只有出去跟人家这个什么打仗 对吧 当雇佣兵 所以瑞士国家也很穷 也许比今天的这个布隆迪 还更糟糕 对吧 这个是 你看他的教育 我们刚刚说瑞士今天教育很好 大学生里面很高 高等教育的入学率 这个很高 但是瑞士在70年代初 他的这个入学率也很低 在二世纪这个90年代 二世纪70年代 他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也只有10%左右 对吧 你说这个那今天路上大 其实也达到这个水平 对吧 你说那这个这个今天 当然很高了 他一步步是怎么变化过来的 对吧 一步步怎么变化过来 他的金融 我们说金融今天瑞士的这个 当然很发达了 信贷战机率比重很高 那他历史上其实过去也不差点 也很低啊 对不对 也很低啊 那你说他怎么金融结构一步步 这样变动起来的 对吧 发展起来了 那我们的解释啊 对吧 不用说道理啊 这个这个我们上次个 这个第六 第五讲的时候 第四讲也跟大家展示过这个 对吧 布鲁尼今天是非洲的典型的代表 对吧很穷 那中国 其实在历史上这个这个 在改革开放初期 我们在90年代之前 的人均收入水平比非洲还低啊 对不对 沙哈拉也难得非洲还低啊 中国今天起来 对吧 中国人这个非洲其实也能的 其实也能的 其实也能的 对吧